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酒店 四周除了海水就是鲨鱼等 它叫做坚锅塔 以前是美国海岸的一座守卫东塔 被改造成了酒店 这里整日狂风肆虐 鲨鱼成群 在这里钓鱼最刺激了 你只需在这里住上一天 便会终生难忘 恐惧紧张 刺激会时刻伴随着你 旅客们只能通过直升飞机 才能顺利到达酒店 让我们一起跟随这位外国帅哥老王 体验一下住进这里的感受吧 老王登上酒店后 赞不绝口 虽然他有力丰富 但仍深深地被坚锅塔吸引 酒店上的平台距离海面100英尺 周围也没有什么防护措施 还有一座瞄望台 瞄望台的护栏已经松动 老王决定更上一层楼 不得不佩服老王的勇气和胆量 因为在往上爬 距离海面就超过了150英尺 如果他不小心脚一滑 那就是全村开启的节奏 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仪 宠辱皆旺 进入酒店的休闲区 有台球桌 望远镜等 老王决定下去酒店的底部去看一看 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因为不管是爬梯 还是钢结构支撑啥的 都已经被腐蚀生锈了 简直就是摇摇欲坠的样子 让人瞬间有了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酒店的娱乐休闲方式多种多样 不过还是潜水最刺激了 老王一想到要和鲨鱼亲密接触 显得异常兴奋 其实你也可以住进这座酒店的 因为只需花费约600美元就行 那么你敢不敢挑战一下自我呢 欢迎留言探讨 记得点赞关注